三藩市警方尋找三名嫌疑人涉及夜店外的槍擊案 三藩市警察局正在尋找6月25日 在三藩市一間夜店外 参与打鬥和槍擊事件的三個人 据警方稱一名女性受害者 伸中多槍又生命危險 根據KROM4電視台報道 事發地點在第11階316號的BioGraph外 調查人員認為 衝突是在夜店裡發生搶劫之下開始的 三藩市警察局在Twitter上發布了衝突的視頻 視頻裡一名男性嫌疑人 在聽到槍聲之前 就向另一個人揮舞著手槍 一名受害者逐一離開 然後又聽到幾聲槍聲 多人參與了衝突 警方透露 槍首和另外兩名一男一女嫌疑人 離開了現場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這三個嫌疑人 槍首被描述為拉丁銳的男子 身高大約5呎7吋 中等身材、黑頭髮 事發時 她身穿黑色的jacket 黑色的襯衫 中色的腰帶 和黑色的褲 女性嫌疑人拉丁銳 身高大約5呎3吋 身材嬌小 留著長長的金髮 視頻裡她穿著一個綠色長袖連衣裙 和淺色高跟鞋 背著一個白色的袋 第三名嫌疑人 都是一名拉美銳男子 身高大約5呎6吋 中等身材、深色的頭髮 她穿著黑色的jacket 和深色的褲 警方相信三名嫌疑人的年齡 都在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之間 並公佈了兩名嫌疑人的掃描畫像 鼓勵任何了解這起打鬥事件信息的人 撥打三藩市警方24小時線索尊線 電話號碼是415-575-4444 或者是發送SFPD開頭的短訊 至Tips411 見學衛士記者編輯報導